因有特人手拿猎枪,偷偷扑斧前进 警觉的海豹察觉后,纷纷钻入水中 剩下一只翘着二郎腿的老六 总感觉哪不对劲,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随后猎人拔击 海豹老弟就此与世长辞 锋利的刀子,切开肥美的海豹脂肪 厚重的脂肪能为因有特人 在寒冷的北极提供充足的热量 剩下的冰胶料则会伤给雪桥犬 这里便是原始因有特人搬迁的聚集 猎人穿上厚重御寒的装备,准备前去狩猎海豹 如毛饮血的生活习惯 让他们供顿都离不开高热量的食物 而家里的储备已经所剩不多 为了熬过寒冬,他们必须前往狩猎场 而雪桥犬是他们最靠谱的运输工具 但猎人在临行前不会让狗狗进食 饥饿才能让雪桥犬服从命令 当然,这招用在人类身上也是屡失不爽 法拉斯加和哈士奇有着很好的抗寒能力 十几只狗加在一起 相当于一台小型汽车的动力 行驶两个小时,抵达结屏的河窗 远处的两只海豹引起了猎人的注意 猎人从雪桥上取出狙击枪 用一块白布折挡,缓缓向海豹靠近 到达射杀的距离后,猎人俯下身子 就连一旁的雪桥犬都要屏住无息 叫喊就意味着失去晚餐 枪声响起的同时,雪桥犬纷纷冲了上去 他们清楚地知道枪声的位置 猎人用钩子将海豹拉出水面 雪桥犬及时再热 也不敢上前抢尸猎物 遗憾的是,海豹的个头太小 远远没有达到猎人的预期 此时太阳渐渐落山 猎人需要寻找何时的落脚点 为了方便应有特人连续狩猎 政府在很多地方设立了免费的休息店 用刀子将冰块凿穿 将雪桥犬全部拴在一起 北极昼夜温差几大 为了能让狗狗熬过寒冷的夜晚 必须要给他们进行一次补济 老布磨刀磨磨磨 锋利的刀子切开海豹股子 白细的脂肪显露出来 血腥味激发了狗狗的湿血习惊 老布切下一块肝脏 美美地吃了起来 三两下并将海豹分解万地 而海豹多余的冰角料 会直接伤给雪桥犬 即使它们累了一天 也不会得到充足的食物 猎人要让它们时刻保持饥饿 这些冰角料 对于狗狗来说 简直就是人间极品 老布取出铁锅 将海豹肋骨放进锅内 将冰块放在火上融化 的冰水也是非常的清澈 新鲜的食材 不需要放置任何调味料 热腾腾的炖海豹即将出锅 猎人用刀子切开海豹肉 五分熟的肉质 生起来口感最佳 此时外面刮起了背脊风 吃了海豹肉的肉肉 在淋漓的寒风中 依然可以安稳入睡 而猎人则躲在木屋里 享用着海豹大餐 因为海豹生活在海中 其肉质自败咸儿 外面冰天雪地 躲在屋里吃着热腾腾的美食 杏冰各味类 自然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老布修理着白布枪坡 这张白布 是他们狩猎海豹的神器 由于暴风来袭 他们会在木屋过夜 四日清晨 暴风过后的北极大陆 一片相合 猎人会乘着晴朗的天气 继续狩猎 这样的好天气 海豹自然也不会错过 老布会在地上偷偷情景 这样的狩猎动作 也是从原始英纽特人演画来 原始的英纽特人 在没有猎枪的条件下 他们会被装成海豹的样子 悄悄接近 此时猎人已经到了射杀范围 警觉的海豹 好像察觉到了危险 纷纷钻到水下逃命 而另外一只海豹 则翘着二郎腿 感觉问题不大 猎人缓缓俯下身子 傻乎乎的海豹 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此时枪已上膛 海豹还不知自己 即将命丧黄泉 随着一声枪响 海豹老弟彻底干屁 有了这两只海豹 足够猎人吃上两个星期 随后驾驶雪翘 朝着家里逝去 妻子已在家等候多时 猎人磨刀火火 封闭的刀子划开海豹肚子 白皙的脂肪切磁起来 滋滋冒油 这些脂肪能被身体 摄入充足的热量 在这个寒冷的北极大陆 海豹肉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食物 少有陷阱收入的应有特人 为了还房贷 他们也在努力赚钱 用乌鲁刀去除多余的脂肪 确保在晾晒的同时 不会发生肥烂 再去掉海豹的毛发 便可以得到一张韧性十足的海豹皮 在将周围的皮毛裁剪后 拿到室外进行风干脱水 然后卖给汽车修理铺 用于制作真皮做套 从而赚取现金 偿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